中国近年来大搞捧习运动 当局除了出版习语录手册 让公务员成读晚送习近平的著作之外 中共一大纪念馆还直接把习近平 端详过的茶杯作为展品 犹如造神运动重现 把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各种手段一一演练 那习近平为什么急于搞个人崇拜 我们今天邀请文史学家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修教授 宋永毅先生来做客纵身视角 谈谈他对习近平和中国政治前景的看法 宋教授非常感谢您做客纵身视角 您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接受英国BBC采访的时候提到 您认为习近平的执政和他的政治表现 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晚期 那毛泽东晚期一般被学界认为 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十年 您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文革的学者 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的根据是什么 今天您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吗 好 谢谢你的邀请叶帆 这个我今天再去看当年的这个评价 好像还是感到当年还是比较正确的 而且还是越来越正确 这个讲一个笑话了 就是说我当年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 基本上是预测他在20大会大权在务 然后中国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那什么时代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研究这些历史的人 用历史上的比喻来说 那就是又一个毛时代 那么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的 就是表面上来讲相同的东西实在不太多 那你比如说这个毛泽东生于1893年 他发动文革的1966年 大概就是71到72岁 因为他是12月生嘛 那么习近平生于1954年6月 他进入12大大权在握 开创这个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特色的时代 大概是71岁左右 那这两个就说年龄相差不太大吧 如果说你还要说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那可能说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演员的妻子 那个毛泽东的妻子是江青嘛 这个习近平的妻子是彭丽远对吧 那个再讲一讲吧 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我看习近平 我常常觉得怎么他和毛泽东越来越像 你看这个习近平身高1米80 他是高个儿 他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寒神的 就是说因为他个儿比较高嘛 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好像很瘦很精壮就是说 但是你看他现在他越来越像毛泽东 在天安门上那个比较浮宠 这个体态雍龙 这个习近平前不久就是访问俄国的时候 不是差一点跌下来 后来被一个磕磕磕的特工给拦住了 否则他那个洋相就大了 那个就说明就是说 无论是毛泽东也好 无论是习近平也好 他们在身体的气质上 就是器官的那些受病的时候 好像也是进入了晚期 所以领导人的这些气质变化也满重要 当然我这个只是讲一点表面了 那么我的这个论断 主要还是根据心理分学 就是说运用美国的政治心理分学的方法 对这个两个人做出一个比较 那我要说明的是就是说毛泽东的材料 现在很多因为他人死了嘛 包括李治税的回忆录等等 那习近平的材料当然现在还是 严格的国家机密了 哪怕人家用小说的名义写了一个什么 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 我看完了就都没有什么东西 都是公开的材料 结果就把人家从香港抓到中国国内去 所以这个材料就有些 当然还是一些可以比较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和毛泽东 是中共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 登峰造劫的两个领袖 而且他们都搞成了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个人崇拜本身 它是反映了领袖一种不健康的心态 那个马克思主义都是这么认为的嘛 就是说结端的自恋 而这种极端的自恋也常常是混合这种极端的自卑的反应 因为这个人没有信心嘛 所以他要别人来崇拜他 那么你比如说毛泽东在他执政的途中 他也是被亡民不古啊 嘲笑成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看不起他的学历 那习近平嘛我们知道更加了 那严格的来讲他的学历就是一个小学毕业嘛 但是习近平你想他那么愿意撒书丹 到处去背书丹 而且我看他有一些背出来的书啊 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 穿加过一些地下读书运动嘛 他有一些书是还是文革以后才正式出版的 文革以前就是说都是一些内部书记 当然他也搞得到以为他高干子弟嘛 文革以前是未定搞 就是说没有政策内部都出版 没有出版过 那么这些东西就看到就是习近平 他非常积极地和毛泽东这样 他要这个个人崇拜登峰召见 他们两个人的相似 那另外一个比较呢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都在对这个权力有偏着症 而这个偏着症造成的一种怎么样 造成一种极端的一真一假的危机感和恐惧症 那个我讲到的就是说 无非是讲他们对失去权力的恐惧 而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而造成 他们要搞清洗他们怀疑别人 我想我们将来还会具体地讲了 我就到此打住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种极端的政治妄想症 这个简单地讲就是说 无论是毛泽东也好 习近平也好 都把他们自己夸大成为巨大的结合名词 就是我们知道人民嘛 人民的当然代表 他们都是顾天江江大任与私人也 去执行人民意志的一个代表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毛泽东是 蒙哥开始的时候喊人民万岁 他临时之前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是怎么呢 是就说人民军队进入城市 这个所有的人民群众来欢迎王室 禅食无疆 这个都是这些电影的工作者 给他造出来的 结果毛泽东大溃肠 他觉得他就是人民的代表 那我们讲习近平更加了 习近平现在是世界人民的代表了 对不对 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当然毛泽东也自称为这个世界革命的领袖了 所以从他们那些阶段的妄想症 从他们对权力的偏着症危机感 从他们大搞个人崇拜的 崇拜的自恋等等 我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析 他达到晚期 那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那您刚才提到 您判断习近平进入毛晚期的一个重要依据是 在中共的历史上 只有两个领袖人物是大搞个人崇拜 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个是毛泽东 另一个就是习近平了 那您能不能谈谈 为什么这两个人非常急切地要搞个人崇拜 那其他人比如像邓小平 江泽民 还有胡锦涛等 这是没有那么感兴趣 那对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 有他周围所谓的亲密战友 林彪 陈伯达 康生等人的 这个无原则的吹捧 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也有一大批党内的要员 尤其是习家军的成员 做了更加肉麻的吹捧 那按照这个中共的党章 个人崇拜是应该被禁止的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社会 会有出现这种历史重复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就是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个人的崇拜 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我想大家也是众所周知的 你比如说邓小平也好 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他们虽然也接收 就是按照东共党章 对他们所进行的宣传 这个是中共党章有的要 要宣传最高领袖 但是没有说要崇拜最高领袖 那么这些人他接受这些宣传 但是他好像对进一步的搞下去 就没有兴趣 那你在以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说 你说这个无论是陈多秀也好 王明也好 那就刘少奇吧 对吧 他们对搞个人崇拜 好像兴趣也并不太大 我觉得实际上讲得很简单一点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要搞个人崇拜的人 和他不迈力搞个人崇拜的人 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说 要搞的人他想要终身之政 老百姓也看出来了嘛 老百姓就说习近平要做皇帝嘛 对不对 那皇帝是终身之政 对不对 皇帝生下来就终身之政了 那么皇帝根据什么终身之政呢 皇帝是根据他的血缘 因为他是前皇帝的弟子 然后又是长子 他就顺利接班了 他就顺利接班了 那么习近平和毛泽东 恰恰是差了这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皇帝的血缘 而且马克思主义也好 中共的党章也好 恰恰还是明文反对这个皇帝的 对不对 明文反对搞个人崇拜了 那么对他们来说要想终身之政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跳过这个体制 因为这个体制本身说 这个党章也好 组织也好 说要反对个人崇拜 那他们只能跳过这个体制 建立这个个人崇拜 使得这个个人崇拜 和底层的党员和群众中间 跳过这个中介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 你看《文化大革命中介》就是这样了 虽然说这个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林彪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是反对毛主席 就是全党共租资 全军共讨资 100年以后也是这样 那么现在习近平他要搞的也是这个东西了 刚才还讲到了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也好 毛泽东也好 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找到一批人 成为他们的吹鼓手 那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有一个德国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英文的著作叫《毛崇拜》 那本书翻成中文了 叫广为流传 他中间就提到了 他说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干部提拔的这个体制 它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体制 所以我们平时不是说了嘛 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国家中间 尤其中共这样的老牌共产党 他常常是倒过来的提拔 就是说你这个人越烂 但是你马屁拍得越香 踢得越快 而你这个人越有能力 你不拍马屁 结果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 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权力崇拜 为什么人们要崇拜毛泽东 崇拜习近平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 能够挑来200斤担子 走20里路不换街的青年农民 那个绝对城管都可以把他打死 在中国对吧 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最高领袖 那么这个权力关系的网络 就造成了一个什么 造成了一个这个最高领袖 就和他下面那一大批的高级干部之间的 一个不成其余的企业关系 也就是说你是我老板 我是你的雇员 那我只有拍你的马屁才能得到提升 我的所有东西 我的权 我的钱 我的老婆 我的小三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都靠着你呢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形成以后 又在中共这样一个干部政策 组织关系极端腐败的体制中间 那就必然造成就是说 领导人只要默许下面的人 就拼命地进行吹捧 那么这个就给这个最高领导人 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就造成了一个接党淫私的机会 造成比如说毛泽东时期是文革派了 那么就林彪啊 陈伯达啊 康生啊 张春桥啊 所有的人都被他提拔到 中央副主席提拔到政治局常委 最差的姚文元也是政治局委员了嘛 那么习近平时期就是这个习家军 资力和才能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对他的一个态度 此外还有一点我要讲的 就是这些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 因为个人崇拜会成为他怎么样 我们讲既党淫私以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党同伐疑嘛 党同伐疑就是搞清洗斗争 那比如说这个中共的历史上 或者既共产主义的历史上 那个是比比皆是的 你比如说列宁这个过世以后啊 那个斯大林是所有这些政治局常委中间 资力最浅的一个 但是他当了总书记 当了总书记他就先搞什么呢 先搞利宁崇拜 然后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 利宁的好学生 他把托罗斯基搞掉 他把这个布哈林搞掉 他把基诺维耶夫搞掉 都是利用了这个个人崇拜 然后就成为了他的 转换成为他的什么呢 转换成为他的这个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所以个人崇拜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 一个利器 那么你想想这个毛泽东也是这样 他布局很多年搞刘少奇 因为他觉得刘少奇也很强大 他先是在林彪的军队中间搞 然后推到学校中间搞 然后发动红卫兵搞 然后把刘少奇搞掉 那么你像这个习近平也是这样的嘛 习近平先是依靠了胡锦涛的这个团派 然后他在这个整个团派也好 他的习家军也好 大搞个人崇拜 使得他个人定一争以后 然后他又把团派搞掉 他甚至当众侮辱了胡锦涛 这个大家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了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个人崇拜 为什么他要搞讲穿了就是一个权 就是他要这阵到死 最近这个习近平据说他讲了 他这阵要到80岁了 毛泽东是83岁死掉的 对不对 那个习近平的身体到底能撑多久 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言和可怜 高处不胜海 在上面的人每天都要担惊受怕 怕人家搞政变 怕人家搞阴谋 当然自己是最先搞阴谋的了 能不能精神一直正常 能不能身体永远健康 能不能万寿无疆 常常都是一个问题 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 所以他们的精神压力和这个口慌 也是非常严重的 是啊 是啊 那您在最近这个中国民主纪刊 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 对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做了一定的总结 您能不能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做一点比较 比如文革后中共也曾经痛定思痛 尤其是邓小平制定过了不少 反对个人崇拜的政策文件 为什么这些规矩在习近平的面前 就一触即溃了 您认为出现毛和习的这个个人崇拜 是共产党国家无法解决的顾忌吗 是 我确实认为这个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一个接班人问题 这个也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使劲 对不对 毛泽东想解决接班人 结果是他杀掉了两个接班人 他把邓小平 而是这个刘少奇死杀杀掉了 也是他定下来的接班人 林彪也是他定下来的接班人 所以这个使劲到了习近平时代有没有解决 习近平干脆就说他不设计班人 你看就是说明这个使劲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这个个人崇拜问题 我也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和它实际操作的矛盾 就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你就看很怪 就是说一方面这个马克思也好 恩格斯也好他们反对个人崇拜 当然这个在我看来并不稀奇 因为马克思这个没有掌过权 恩格斯也没有掌过权嘛 对不对 他们没有知道这个权力的姿妹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反对个人崇拜 什么那个不稀奇 他们没有掌过权 那利宁呢掌了几天的权 但是时间也不长 那个搞个人崇拜最厉害的是斯大利 斯大利涨了很长时间的权 那么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他崇拜暴力崇拜权力 他崇拜革命的权力崇拜革命的暴力 这个就很容易走向个人崇拜 到利宁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个发展 他把恩格斯马克思 关于这个暴力革命的崇拜 发展成为一个领袖政党的理论 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代表他的是政党 政党是以一群领袖组成的 这些人都是天才能力最强大的 那么利宁还没有讲到这一点 就是说那群天才的 代表人民群众的领袖中间 谁是第一把手呢 最终要听谁的呢 毛泽东把他讲出来 毛泽东把他讲出来 毛泽东在苏共20大 1956年开始批个人迷信的时候 毛泽东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利宁讲的这个 一群群众领袖就是一个班嘛 他说这个班总要有一个班长嘛 我们听谁的呢 这个班总要听这个班长的 这个就叫做班长崇拜 所以这个毛泽东这个 他是这个偷换概念的老手了 他跟这个史诺也好 他和尼克松也好讲说 你们美国人民说 崇敬这个华文顿 这个就是个人崇拜 他把对领袖的崇敬和崇拜 完全混淆一谈 当然他是有意混淆的 那么到了毛泽东就把这个 理论问题解决了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个人崇拜 所以不管他的党章上怎么写 不管他的宪法上怎么写 他是根本上是指向矛盾 指向矛盾 那么我们回头去讲这个邓小平 那个邓小平在文革以后 或者说文革以后整个的中共 你包括这个不少共产党的领袖 还是很开明的嘛 你像这个胡耀邦也好 赵紫阳也好 都是难得的开明派和改革派 那么他们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性的文件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军议中间 有6个章节讲到了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个人崇拜 和毛的理论或者说个人崇拜 和总共马克思丽宁主义的理论 有什么关系 那个他们是不会出去的 因为这个不是捐了他们的牢底 又挖了他们的祖坟了嘛 对不对 那么当时他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 从今天来看这些规定还是好的 但是他不是资本 他不过是在一些资金问题上 当然也是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他规定了领导人员的任期制 那个也蛮重要的嘛 对不对 你比如说国家主席不能够无限期连任 最多两任 那个党的总书记他不具有一票否决 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权利 而这个党的总书记应当成为一个怎么样 应当成为一个召结人 那个召结人就是说你也就是一票 如果说其他的多数人反对你 你也就要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那些东西在字面上都是好的 但是讲起来也是很有讽刺意义的 就是说当时制定了这些东西的邓小平 或者说是陈云为首的 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在内的这个领导集团 正是他们 而且正是邓小平本人 最早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政策和门界 那么大家知道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 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那么他选择了江泽民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论 因为他觉得江泽民从底纯提上来嘛 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很深厚的基础和名望 所以他就说我们必须要确立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要宣传他 这个核心使得其他所有人都要团结在他的周围 这个核心论就给怎么样 就给习近平轻而易举的推翻他的那些 领导人员任期制等等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系列 开了一个核心论 那么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国家里面 有组织的领袖崇拜 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常态 因为他的党章中间规定了 要宣传这个最高领袖 要跟随这个最高领袖 这个都是他党章中间公开讲的 他们只是没有用这个崇拜这个名词 但是你说这个宣传也好 追随也好 团结在他的核心周围 怎么来区分他和崇拜的区别 没有这个含义说可以区别 你稍微搞得过火一点 就变成个人崇拜 如果说这个最高领袖的 这个个人的野心和冤枉稍微强力一点 就自然而然的会越现 所以你就很难保证这个自相矛盾 能够得到解决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中国社会的这个被崇拜的人 是最高领袖 崇拜他们的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说 一方面邓小平是批判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另一个方面邓小平又拒绝 在整个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 批判毛泽东的奇蒙运动 相反是怎么样 他提出了一个要四个坚持 文化大革命也是无产经济专政吗 文化大革命也是党的领导吗 对不对 当然你要坚持 你又必定要坚持文化大革命 那些非常错误的东西 你一方面要否定它 但另一方面你又要坚持它 那么必然造成中国的老百姓 现在对于不要说习近平的崇拜了 毛泽东的崇拜都是像红色旅游 红色基因到处都是 那么这个和这个苏联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俄国普京 他没有办法打出一个旗号 他说他要恢复史大林的那个崇拜 恢复史大林的领导 而实际上史大林的这个苏联时期的 俄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 要比他那个彼得大帝时期至少是他的一倍 甚至你把中国也包过进去的话 那还不得了 那是两倍了 但是普京不敢 因为什么 因为俄国当时还有一个广泛的批判 所以他就在这一场运动 所以史大林已经搞得臭 那么普京只能怎么搞呢 普京就搞着一个彼得大帝嘛 对不对 彼得大帝也是扩张领土的嘛 他就说彼得大帝倒是做了很多事情 那至少彼得大帝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是我们的嘛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他取回来 所以我刚才就讲到就是说 这个自相矛盾的理论基础 以及邓小平一边批判个人崇拜 他又要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比如说党的领导啦 比如说社会主义道路啦等等 那么必然造成就是误解 中共的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你就在矛盾中误解 你就在这个更不用说 我们讲这个中国的社会 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皇权统治 对吧 人民对于这个暴力的崇拜 这个对于皇帝的崇拜 都是有先例的 有基础的 所以我刚才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那宋教授您在这个中国民主记刊的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 文革后中共还有一个英明领袖 华国锋也搞过个人崇拜 结果给邓小平成云为首的元老集团 就推翻了 那为什么习近平就搞成了呢 这个讲一句老百姓都知道的笑话 就是叫这句话叫什么呢 叫三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华国锋 他确实那个时候搞过个人崇拜 他有一个名号叫做英明领袖 现在这个习近平是个人民领袖 对不对 毛泽东是伟大领袖 那个区别我觉得这个英明领袖 是最谦虚的了 因为人民领袖这个也是很雄壮 伟大领袖那当然更雄壮 那么华国锋为什么没有搞成呢 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 这个情势不允许他再这么搞下去 从这个文革结束来好 大家都在批个人崇拜 然后你搞那些东西 好像就觉得明显的你潮流而斗 那么虽然我们说历史常常是健忘的 但是他还没有健忘到 昨天刚刚发生今天就忘掉对吧 这个人在这个记忆上面 这个持续一个星期几个月一年 我想这个还是比较自然状态 另外一点就是说当时中共党内 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元老集团 那么以邓小平为首 我不想从理论上来解释 比如说现在有好多研究也是说明 就是邓小平搞的那些理论上的改革 实际上华国锋原来也想搞 这个我承认确实也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华国锋 打着英明领袖的旗号来搞呢 你看看我只想提供一个他们的年龄 那个邓小平那个时候 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时候 他才73岁 陈云好像是72岁 胡耀邦才62岁啊 比我小了整整4岁啊 那么当时掌握军权的是罗瑞卿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才72岁 所以我告诉你的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中共哪怕从年龄上来讲 他还是一个怎么样 他还是一个忠心有望的党 而现在的中共已经是百年的老朽的党 所以有的时候前阵子就说 这个不少人就说什么宋平带领元老集团了 可以把习近平赶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跟那些朋友就讲 我知道你知道宋平多少岁了 105岁了他还能够搞政变 他还能够搞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哪怕你从年龄上 都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个中共目前的这个党 虽然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非常中庸的领导人 但是中共这个党这个百年老党比习近平更加的中庸 比习近平更加的腐朽 所以才那么容易给他给揭持了嘛 另外我也讲的一点就是这个个人崇拜也好 他要搞那些权力斗争也好 所以我和这个领袖的个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那么习近平这个人和华国锋相比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 一般中共的党内都认为就是说 华国锋是中共历届第一把守中间 一个最没有野心的人 这个可能是事实的 這個毛澤東當時這個 把華國鋒定為最高領導人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 他就說這個華國鋒這個人 比較老實 憨厚 不蠢 公道 大概那麼幾句話 這個華國鋒這個人確實是 後來你想這個實際上 他在和鄧小平等人的這個 權力鬥爭中間 他不是沒有獲勝希望 因為有一部分的軍隊 軍隊將領 站在他的這一邊 而且有好幾個私的部隊 比如說在京郊的坦克斯 在天津的炮兵團 那個都是刷了標語說要 四肢捍衛偉大領袖華主席的 就是說你叫他們進北京來 進京秦王來打 因為他畢竟還是中共第一把手 他畢竟還是這個 當時的這個軍委主席嘛 他有可能獲勝的 而且開始的時候 汪東興給過他建議 大家知道這個私人幫 是汪東興掌握的 8341部隊去抓的人嘛 對不對 那麼汪東興給他 曾經給他建議的 說這個鄧小平等人要搞你啊 華主席啊 我們恐怕是不是也要先下手為強 那個華國鋒是他覺得 不要這樣無限制地搞下去 我們已經搞了一個私人幫了嘛 對吧 所以他這個人和習近平悲良 習近平確實是在所有這些人中間 我講的就是說在三中無老虎的情況下 習近平確實是比較怎麼樣 比較一個心黑 比較手狠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我記得我研究一些習近平的 採訪過一個在富州思維 工作過的一個幹部 他跟我講 他到過習近平的書房 他看到過習近平的書房中間 有一本李宗巫先生寫的叫《厚黑學》 那個當然我們不知道 習近平是不是看過這個東西 他書房裡面有 我們假設他看過吧 或者是他只不過是在上面白寫 那麼李宗巫先生的觀點就是說 你要掌權 你必須皮厚 你必須心黑 這一點我想不要說他和華國鋒相比 他和毛澤東相比 他都皮厚 他都心黑得很 比如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那個毛澤東一般在這個 重大的中共的會議上 做政治報告 不是他自己做的 前面是有劉少奇做的 後來是林彪做 後來是周翁來做 後來是王洪門做 他永遠不缺人就是說吹捧他的人 你去看這個習近平在黨的會議上 尤其是舉個例子說 取消他這個國家主席任期的 這個黨的會議上做這個政治報告 提出這個主張的人是誰 習近平自己啊 所以這個事情都很可笑的 我有的時候看 我想 你習近平難道就不能找出一個人 來做這樣一個政治報告嗎 兩個解釋 就是我們剛才講了 第一個解釋就是說他的猜疑症 他的危機感比毛澤東嚴重得多 所以他不可能相信別人 那麼另一個解釋就是我們剛才講了 他皮厚 他心黑 對吧 在他那些基本上同輩的人中間 因為他皮比人家厚 這個李中吳先生有一個規律 他說你要掌握最高潛力 你必須在你的同輩中間 皮比人家厚 心比人家黑 搶先提出種種別人還不敢提出的 在猶豫中間的主張 你一提出他們贊成了 你就把它成為了一個黨的規矩了 對不對 你成為了一個黨的規矩了以後 你就可以用來來反對人家了 你比如說習近平提出的什麼 反對團團夥夥 都寫到黨章中間去了 在我們這些研究黨史的人來說 都覺得很可笑 這個都不是正規的這個官方的語言 所以這個剛才我就講到了 就是兩個原因決定了 就是一個是個性 另外一個是當時的時事 因為我們是常常說時事更造人 所以這個就造成了華國鋒的失敗 和習近平的成功 您剛才提到這個習近平的這個 《心黑癖後》 您在2021年10月在台灣出版了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闡述》 這一本書 您用西方的政治心理學分析了毛澤東晚年的非理性心理 比如他極端的多疑猜忌的病態人格 那您認為習近平也有相同的心態和非理性的思維嗎 我剛才講了一個開頭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我認為他非但有 而且比毛澤東還要厲害 毛澤東還厲害 毛澤東是一代蕭雄 就是他是第一代就是創立這個黨 和建立這個政權的領袖 那麼他本身就是說具有了一系列 比如說可以說他深境百戰吧 他有他的革命的傳奇色彩 那就是比如說我們講不僅是他 列寧 史達林 你比如說古巴的卡斯多羅 越南的胡志明 那些人都是有傳奇色彩的革命領袖 那麼習近平是守城這一代 那麼守城這一代隨便怎麼講 和他們的第一代領袖相比 有一個淺顯的原因 就是他們底氣不壯 底氣不壯 你說 習近平指揮過什麼戰役 我覺得就很好笑 就是前一陣子把他指揮那個清零 就把他構作成為一個偉大的統帥的形象 這個都是很好笑的 在美國這種事情 都是交給醫療專家去指揮的 你怎麼搞了一個還卻好像是軍事行動 完全是一個偉大的統帥 最後又搞出了一個白紙革命 對不對 這個完全是對你的嘲弄 所以他的這個方面的先天不轉 更造成了他對人的猜疑 對不對 更造成了他的嚴重的危機感 而會導致他在很多政策上的生物 我想就是說這方面 就是我們簡單舉幾個例子吧 第一個是反政變 就是你看所有這些共產黨領導人 都是反政變好手 毛澤東 他文化大革命 發動這個文化大革命 就是為了反政變 他硬說 第一些是說 彭羅路陽 尤其是這個羅綠青 因為他是公安部部長 他掌握武警部隊嘛 他們要搞政變 對吧 然後又說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 要搞軍事政變 那麼後來真的搞出了一個軍事政變 是誰的軍事政變呢 那就是林彪和他兒子 搞的這個軍事政變 那當然也沒有搞成了 但是後來具大量的歷史材料 就是本來他們是不要搞軍事政變的 是毛澤東把他們逼上軍事政變這條路的 所以毛澤東是反政變好手 那麼現在蒙哥過去50年了 大量的歷史材料都是解密了 結果人們發現 他們中間的誰都沒有要搞軍事政變 羅綠青是最忠於毛澤東的一個 忠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毛澤東不是喜歡游泳 當然他這個 他不是游泳健將 他就是在水上漂浮了 因為他身材比較胖 但是羅綠青自己不會游泳 他每一次知道毛主席要在什麼地方游泳 他都下水去先游一遍 你知道這個對他很危險 他不會游泳 他可能會死掉了 但是可見他對毛澤東很重的 對不對 後來就發現賀龍也沒有要搞政變 羅綠青也沒有要搞政變 林彪也沒有要搞政變 真正要搞政變的是誰呢 是毛澤東 毛澤東要搞政變 所以他就懷疑人家要搞政變 所以這個獨裁者他做到一定的程度 他的心裡必然變態 他必然把自己心裡想的陰謀詭計 強加於他的同僚的頭上 然後把他們作為假想的敵人進行清洗 那麼前陣子就是說 你可能要提到就是說 像孫力軍 傅政華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習近平說 他們要搞政變 對不對 雖然說正式的判決書上 是他們這個腐化了 對吧 湍污了 但是傳出來的消息都是說 他們要搞軍事政變 我都不相信的 我一看因為我研究文革 我研究了那麼多政變 發現都不是的 孫力軍一個公安部副部長 傅政華 一個公安部部長 他有什麼權力搞 前面還搞什麼 周永康習才後要搞軍事政變等等 而且網絡上這個自媒體嘛 現在也是 所以就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習近平的心態 完全進入了一個獨裁者特有的軌道 舉個小的例子好了 就是毛澤東從來不坐飛機 他都是坐火車 唯一的一次坐飛機 是文化大革命1967年他到武漢去 他待在武漢 他主要是因為武漢東戶招待所 有他一個喜歡的情人 一個小三 他要長期和這個小三在一起 所以他就武漢是 大家知道是全中國 南登樂的一個火鍋嘛 你7月份跑到武漢去幹什麼 你不跑到百代河去避暑 對不對 那麼後來武漢發生了兵變 發生了兵變以後毛澤東就 當時林彪就派了飛機 接他逃到這個上海去 那個是他沒坐的一次飛機 那為什麼他不坐飛機呢 他怕死了 那個火車不太容易 給人家卸接飛機 製造一點妝礙 妝礙你就掉下來 摔死了 你看習近平最近聽說 他到蘇州去什麼 做一個什麼演說 提前3個月清場啊 提前3個月清場 就是他大概根據李治水的回憶 根據我看的材料 他大概清場就是3天到1個禮拜 對最高領導人來說 這個都是比較正常 而習近平提前3個月清場 那個人是在發神經病 那麼多人要暗殺你啊 你看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 李克強到了武漢 是不是 我們又講來講去又跑到武漢去 看來武漢這是個熱點 那習近平就死也不肯去 對不對 那網絡上就有人講說 這最高領導人怕死 這個我覺得這個話還是有道理的 你最高領導人發生那麼大的瘟疫 你總得要去一次嘛 對不對 他都不願去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我就簡單的就這麼帶回去 您說到了這個有點像迫害妄想症 那您在您的這個書裡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闡述》 這本書裡 您還也分析了毛澤東自欺欺人的 這個政治妄想症 比如說把自己作為人民意志 和人民利益的當然代表 他們和習近平的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有沒有什麼相通之處呢 這個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就這個相通之處是太明顯了 這個司馬遭之心 路人皆知 而且這一點我要說的 就是說這個習近平是有過之無不及 那麼這裡我想引用一個 美國一個心理學家 他叫布蘭查德 他寫過一本書 他這個分析革命領袖的這個精神分析 他這個裡面講了一段話 我給大家讀一讀 他說當一個人相信他能拯救全人類的時候 那他必定是一個可怕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請大家注意 他用的這個詞是什麼樣 是可怕的 也就是說 他會造成災難性結果的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你說這個歷代的皇帝 他是不是獨裁者呢 當然是獨裁者 那麼但是這些皇帝中間 恐怕還是少數人是可怕的 就是這對全人類造成 因為他就是搞他那個交諸隱逸 比如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那是他個人的事情 一般說來對這個老百姓的影響還不大 所以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怕最怕什麼 怕最怕 這個獨裁者有野心 有意識形態 那這個事情就麻煩了 因為你獨裁者有野心 他可以使用他的權力 他可以調動他的軍隊 有意識形態 他就可以自欺其人 就是他認為他做的是對的 他認為是孟子說的 天將大任與私人也 毛澤東是一個 毛澤東認為他是代表人民的 所以他做所有的事情 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當然毛澤東也是一個矛盾體 他常常是自欺欺人 就是他在底下 他也說 他說我們要搞的是愚民政策 對不對 他也說這個人民 實際上是不能萬歲的 只有我們代表了他 才能夠保住這個人民的利益 那麼這個換句話說誰萬歲呢 就是毛主席萬歲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習近平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對 我就講一個最近的這個事情 最近就說這個美國的拜登總統 他在講到習近平的時候 他就脫口而出講了一句話 說他是個獨裁者 那個有什麼稀奇呢 這個我們講皇帝都是獨裁者 皇帝當然也有開明的 也有中庸的 也有殘暴的 對吧 也有偏接的 但是總的來說皇帝是不是獨裁者 我看世界上沒有人 不認為皇帝是獨裁者 會認為皇帝是民主選出來的領袖 那不可能 因為你判斷這個 一個領袖人物是不是獨裁者 兩個標準嘛 第一個標準就是是不是民選 當然這個民選也是要公正 對吧 有反對派 第二個標準就是說 你建立了一個什麼樣的政體 這個政體比如說美國 就是三權分裂的政體 對不對 那其他的嘛 這個是國會的代議制等等 那麼你想想看 中共的憲法黨章上都說了 黨是領導一切 黨是領導憲法的 黨是領導這個國家的 完全是一個一黨專政的 而你這個最高領袖 又是代表了絕大多數人員抑制的 那你還不是一個獨裁者嗎 那個就是說這個等於是一個 1加1等於2了 但是令我覺得驚慘的是什麼呢 驚慘的就是說中共的外交部 正是向美國提出嚴正抗議 說你這個是侮辱了我們的領袖 他不好意思說就侮辱了 包括你在內的這個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 而且要求道歉 這個就好比說人家說了一個1加1等於2 說你必須要對1加1等於2進行道歉 這個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個笑話 所以我剛才就講 我覺得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政治妄想症 你比如說他對經濟政策的這個干預 最近出現的什麼 這個毀林環田 把水稻種到高山上去 這個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間 大家都認為違反科學的一個 常識性的文革的罪狀 你現在重新又把它作為經濟政策提出來 比如說新的上山下鄉 現在又要號召青年人上山下鄉了 就是說你做的都是歷史倒退性的政策 倒退性 一個就說明了怎麼樣 說明了你這個人實在是不懂自過自道 不知道歷史發展的趨勢 另外一個你狂妄的膨脹的野心 和對權力的偏障 會認為你怎麼樣 認為你自己可以隨意的改變歷史 那我們做一個比方 比如說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中間 那我當時也是個紅衛兵 也崇拜毛澤東了 對吧 那麼這樣的崇拜的情況下 毛澤東不可能嚇一到命了 他說紅衛兵戰友們 從今天開始你們都不要吃飯了 你們都去吃草 這個毛澤東立刻就 他這個領袖的形象立刻就崩潰掉了 因為他違反了老百姓的行一注食 這樣一些根本的規律 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現在習近平的他這些政策 他就違反那些根本的規律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他這個政治妄想症 也是很厲害 他真的相信了他那個什麼 東升西降 一帶一路 他成為整個世界熱愛的這個領袖人物了 因為他尤其是這個美國的現在這個 一些部長 比如說布林肯 耶倫 有些拜登也要和他碰頭什麼 我的猜測是覺得美國要向他的朋友們表示 他是不想打仗 他是愛好和平的 他是要和中共溝通的 那個是西方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則 當然就我本身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來說 我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贊成 我並不贊成 有的時候我覺得對中共這樣的政權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Leave it alone 就是你不要和他太樂落的有什麼關係 你和他太樂落的關係 他會產生幻想 他會產生不切設計的幻想 他真的認為自己是大唐盛世 各方來朝 朝拜我這個新王帝了 對吧 但是當然西方的這些領袖這麼做 也有他的一定道理了 對吧 所以我就是講到就是說 這個和毛澤東相比 習近平這方面的恐怕更嚴重 最近就是這個中共在擬定 愛國主義教育法也被認為是一個 洗腦的這樣的一個標誌 那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擔憂 中國可能會受到二次文革的荼毒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 習近平沒有毛澤東的文化水平和個人魅力 而且現在的群眾接觸的資訊也多得多 比當年的人要聰明機靈多了 中國不會受到文革的二次荼毒 那您從個人的經歷和研究來看 中國還有文革的社會基礎嗎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 但是我這個人可能歷史的那些原始材料 看得比較多了 我對這個中國的當前是比較悲觀的 比較悲觀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說有的朋友常常講 文革是不是回來第二次 這個我記得就是說這個大概是2016年吧 那個時候這個華爾街日報有一個記者 王春漢 他寫了一本書 最近很好的叫Party of One 就是說一個人的黨就是寫習近平的傳記 當時他就和你一樣他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是不是發動了第二次文革 然後我就笑著跟他說 我說你看這個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的像 是不是拿下來 他說沒有啊 那我說你怎麼說文革已經結束了呢 我說我認為文革沒有結束 文革 第一次文革只是告了一個段落 他隨時可能返回 因為只是一個段落嘛 我剛才就講了就是說三中全會以後 這個鄧小平對歷史的政策是什麼 就是說不討論 不討論了 對吧 現在就大家先富起來 然後文革 將來毛澤東的功過 100年以後再討論 你看沒有100年就重新返回到 文革的這個狀態 那麼你講的就是說 現在的老百姓和文革時間不一樣了 至少中間有知識的那些人可以上網 可以瞭解一些文革的真相 或者說整個中共歷史的真相 這個都是事實 都是事實 那麼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當人們講到這個文革 不會再來的時候 他常常沒有把文革具體的分開來 分成階段來分析 這個一般來說 人民比較講得多的說 文革不會再來呢 這個是指文革前期 就是以群眾運動為代表的 1966年到1968年紀說的那個 從群眾運動為代表的文革 然後我們一直講就是說 毛澤東也有兩副面孔了 也有兩個毛澤東了 文革初期就1966年到1968年的中葉 那個時候的毛澤東 是一個號召造反的毛澤東 是一個造反派的毛澤東 那麼從1968年年底開始 一直到1976年他死掉 那個時候的毛澤東 不是一個造反派的毛澤東 是一個保皇派的毛澤東 那個時候的毛澤東要次序 要專制 盡快地建立全國政權 那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我們講到廣西的吃人 廣西的血腥鎮壓 這個都是毛澤東批的 當然毛澤東沒有批說要吃人了 是造成了 鎮壓造成了吃人 那麼這個毛澤東批 動用幾個私的軍隊 被殺掉的那些老百姓是什麼 都是造反派 都是造反派 都是他最初支持的造反派 你看毛澤東下手狠不狠 因為他要建立次序 所以就是說你不能夠把這個 當然你可以說毛澤東 現在這個習近平不敢像毛澤東這樣 就是說這個號召群眾造反 對吧 但是有沒有這個必要 就是我覺得現在他已經大權在握 而且黨內也沒有劉少奇這樣的反對派 他也不需要通過這個群眾運動的形式 當然他和毛澤東的掌控力 也不能管 不能比 對不對 但是毛澤東也沒有掌控得了這個群眾運動 他搞了2年半就完全失控了 所以他才動用軍隊鎮壓 全部都是幾個私的這樣的沙 才重新建立紅色政權的 重新使得他能夠控制住 這個安定團結的局面 所以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講這個習近平搞的2次文革 或者說文革2.0 我們不就參與他的名稱吧 就是說他這些文革的現象 以及他對文革的倒退毫無疑問 但是你說要說就是說 因為老百姓瞭解了外面的一些情況 他就會有抵制或者說有組織的抵制 我是比較悲觀的 那宋教授 和毛澤東晚期相比 您認為習近平的晚期會如何收藏呢 這是滿有趣的課題 就是我認為就是講他的晚期如何收藏 也就是說這個 他最後在歷史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或者說他是個悲劇人物 或者他是個戲劇人物 或者說他最後像毛澤東這樣的過世 還是像普京這樣的陷入戰爭的泥桃 那麼無非是兩個 就是第一個就是他在無窮盡的權鬥中間 耗完他自己的一生 你看那些獨裁者 他也是 中國有句話說高處不勝寒了 他生活在高處 甚至有的時候 我昨天晚上跟我講了一個事 跟我太太說了一個事 我說實際上我們看這個習近平的一些人 在上面也滿可憐的 一天到尾要怕人家暗殺了 怕人家把他搞下去 從來不像我們老百姓沒有任何負擔 我太太就說了一句話 她說這種狀態下的人 沒有神經病都會變成神經病的 所以絕對都有神經病 我覺得他這個話 他也不是搞理論 他是搞藝術的一般的一個老百姓 我覺得就是說講得很好 就是說在這種中共殘酷的 政治權力鬥爭的環境中間 那恐怕如果說你要走毛澤東最後的路 那就是毛澤東最後覺得 他不能解放世界人民 他出事未竭 生鮮死 他大哭了一場 他最後看一次電影大哭了一場 那麼後來就是油燈哭鏡 死掉了 但是我們有一點可以斷論的 就是說你看習近平這個人 對中國的經濟改革 從來沒有出過任何作用 無論是他最早在他這個河南當縣長 跑到了復健去 跑到上海 從來沒有過貢獻 不像江澤民 胡錦濤還是有貢獻的 那麼這個30年經濟改革的成果 像他這樣的一路倒退下去 他晚年的接受必然是怎麼樣 必然死的中國就是一個千空百倉 一地雞毛 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而且他還不願意建立 現在建立領導人 對不對 你看現在建立 原來給他排的一個領導論胡春華嘛 還沒有上去就給他搞掉了 不像毛澤東還搞了一個劉少奇 還搞了一個林彪 林彪還寫到黨章上去 那就表明就是說 毛澤東還是想最終放權的了 當然這個是他嘴巴上說所以也了 他實際上就是因為他不肯放權 才使他成為搞掉 兩個接班人的一個獨裁者 那麼這第二個必然的結果就是戰爭 那麼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因為他沒有傳奇色彩 他沒有辦法建立毛澤東這樣身經百戰 而建立的這樣一個紅色中國 對不對 他是守城代 那麼他想要有傳奇色彩 他想要建立他個人的 這個不可動搖的這個領袖形象 你比如說這個毛澤東有東方紅嘛 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唱真是覺得 因為毛澤東隨便怎麼樣 他把這個國家給改超換代了嘛 但是習近平有一個東方又紅 對不對 但是好像沒有太多的人來唱 人家問我 我就說唱這種歌都有一個基礎 就是這個這種歌都是民間文化嘛 民間文化的基礎就是這個領袖人物的傳奇色彩 那麼習近平是一個非常Balling的領袖 他和劉上是差不多了Balling的領袖 他沒有這個傳奇 如果他刻意要追求這個傳奇色彩 那麼有一個榜樣 普京了 那麼普京打穆克蘭 他打什麼地方 我們他就打台灣了 所以現在俄烏戰爭的基礎 對習近平的影響也會很大 但是我也講一個就是說 從習近平的個性這個角度 我並不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蠻橫的 一定要發動戰爭的人 那個我是從他的少年時期 就是說文革中間他是黑幫子弟的 但是那個時候的北京有一個四三派 就是北京中學的造反派 他們和老紅衛兵發生武鬥 然後老紅衛兵就像那些高幹子弟 包括習近平 聶衛平 還有一個這個賀隆的老部下 就空軍司令張正的兒子 他們都是黑幫子弟 他們也去穿加武鬥 你想想看 你已經黑幫子弟了 你不是洪無類子弟了 你硬要去改腳 穿加武鬥 就說明你的腦子中間 去統論自來洪的思想 覺得你要掌權的思想 從你16、17歲就何等嚴重 這個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 武鬥發生了 結果他們三個人中間 習近平第一個討 尼衛平第二個討 張正的兒子第三個討 結果張正的兒子討得晚了 被那些秦華井岡山什麼大學生 他們都埋伏好了 一共打在腦子上 打成了什麼 打成了腦震盪 習近平後來他竟然還好意思 就是在接受浙江電視台 採訪的時候說的 說他當年還好討得快 他說否則就沒命了 是不是什麼 那就說明就是說他有高幹子弟 彎曲子弟的另外一面 就是說他比較慫 他不是那麼鐵血 他發動戰爭的時候 他從他的個性來說 他會反反覆覆地權衡 這個是好事 但是我們大家都不希望有戰爭 我們寧願他怎麼樣 像毛澤東這樣的就是太平而死 但是戰爭造成的災難 就對比他目前的倒行逆施的 那些經濟政策 那些戰狼外交造成的災難要大得多 這個當然也是我個人的這個 一個best wish 好 非常感謝宋教授 那來賓發表的都是 《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感謝您的收看 好 謝謝大家